中亚历史 该条例的通过意味着钟玉兹的含权被废除 实际上已将钟玉兹并入到沙俄提国 1824年2月8日 沙皇政府在卡尔卡拉林建立的第一个区域及单位 其领导人是大苏东 大苏丹中校清吉索夫 同年还建立了 克克齐塔夫的区衙门 这些区政府是由沙皇制度奴役哈萨克的前校阵地 182年出现了阿克莫拉区政府 在为该区政府选举时中校苏兵率领的考察団 经过精心考察 最终选取了高于 位于高郡的伊西姆河右岸的阿克莫拉 阿克莫拉地处哈萨克韩国的中心地带 也是有多个中与之大失足的目标